各位同学好,这段影片我们要介绍神经系统的基本组成,也就是神经组织 神经组织里面有两类的组成细胞 第一类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功能与构造的单位,也就是神经元 神经元是用来传递神经讯息的 第二类的神经组织细胞是神经胶细胞 神经胶细胞主要是用来支持跟调节神经元的功能 好,我们现在首先先来介绍神经元的构造跟它的功能 下面这张图是一个神经细胞的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神经细胞主要由两个部分所构成 第一个部分是具有这个膨大的部位 这个部位我们称为细胞本体,也就是cell body 好,第二个部分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纤维状的凸起 这些纤维有的长有的短,数目不太一定 细胞本体里头这颗是它的细胞核 周围是它的细胞质,拥有非常多的胞气 所以细胞本体是用来调节整个神经细胞的生理活动 那么这些神经纤维图起呢 可以依照它的功能把它分为两类 负责用来把讯号向细胞本体方向传递的 我们就称为数图 如果是把神经讯号往外传,离开自己的细胞本体 到下一个神经元或者是动气上的 这一根我们就称为轴图 一般来说,一个神经细胞只有一个轴图 但是可以拥有很多数图 我们不可以用长短或是数量来区分 谁是数图,谁是轴图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在一般的情况下,细胞本体一般都位于中枢 也就是脑根脊髓的地方 而这些细胞突起,比较长的就有机会 可以离开中枢,变成周围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 不过千万不要搞错了 这一根一根细细的轴图可不是一个神经哦 神经指的是许多不同的神经元 它的突起聚集层数 这时候才可以叫它神经 所以你也可以把神经想象成是神经纤维素 我们刚才提到了神经元 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传递神经冲动 神经冲动是什么呢 只要是活着的神经细胞 在它细胞膜的内外都有一个磨电位的差异 我们称为电位差 当神经元兴奋的时候 这个磨电位会迅速的发生改变 那这样磨电位的改变沿着细胞膜的传递 我们就称它为神经冲动 在这张图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细胞 还没有介绍 它并不是神经元 它是一种神经胶细胞 我们特称为许旺细胞 许旺细胞是周围神经系统 才会出现的神经胶细胞 我们现在看到许旺细胞呢 长得非常可爱 它有很发达的细胞膜 利用细胞膜呢 把轴图缠起来 缠到最后细胞核就被挤到边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部位就是许旺细胞的细胞核 一个许旺细胞可以形成一个颗粒状的构造 这样的一个颗粒状构造 我们就称它为水壳 现在看到的就是把水壳切开来之后所看到的横断面 我们会发现这个许旺细胞缠了很多层很多层 然后构成一个随壳 两个相邻的随壳之间并没有紧密的相接 因此在两个随壳之间所裸露的这一段轴图 我们就称为蓝氏结 我们刚才提到神经元它传递讯息的方法 是一个摩电位改变的传递 由于随壳拥有大量的磷脂质 是非常好的电的绝缘体 因此当神经讯号碰到水壳层的时候 就会被阻断 这时电压就以感应的方法 从这个地方跳跃到这里 再跳跃影响这里 会缩短讯号传递的距离 也会加速它的传递 所以水壳具有绝缘的功能 可以使神经冲动传递的速度加快 那么没有水壳的神经纤维 当然传递神经冲动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了 接着我们来介绍神经元的种类 我们的神经系统里面一共有三类的神经元 分别是感觉神经元 联络神经元跟运动神经元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里面 提到了神经系统 就是这三类的神经元 彼此相互协调 来完成刺激到反应的过程 好 这张图我们看到 有一个人按门铃 然后声音就响了 那主人的耳朵里头有听觉兽器 它是一种机械兽器 可以接受升波的刺激 那我们的感觉神经元的末梢 常常特化为兽器 或者是跟兽器相连结 所以当兽器兴奋的时候呢 就会把神经讯号向里面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 轴图呢拥有非常多的随窍 所以它传递的速度比较快 和兽器连接的神经元 就是感觉神经元 然后它把讯号传到中枢里头 中枢里面有联络神经元 或者是中间神经元 联络神经元可以得到 许多感觉神经元 或其他神经元传来的讯号 加以综合处理之后 发出命令送到运动神经元 由运动神经元的轴图 将肌肉收缩的命令 传递到手部的肌肉上 引发动气这块肌肉的收缩 于是我们就去打开门来 让客人可以进来 所以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感觉神经元可以跟兽器相连 它负责将兽器所接受的刺激 这样的一个神经讯号 传入中枢里面 而在中枢当中 有非常多的联络神经元 可以用来做讯号的整合 整合好之后的命令 则借由运动神经元 传出到动气上 然后使动气收缩之后 完成反应 在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神经元和神经元 它们彼此之间 有讯号传递的关系 在轴图的末端跟细胞体 或者是轴图的末端跟竖图之间 其实是有一小段距离的 我们把不同神经元之间 联系的地方称为图处 当神经冲动由前一个神经元 送到突出的地方时 前一个神经元的轴图末端 会分泌化学物质 这样的化学物质 称为神经传导物 它会进入突出的空隙当中 这时神经传导物 以扩散作用 由高浓度往低浓度的方向扩散 而在下一个神经元的细胞膜上 则有这些神经传导物的化学兽器 来接受它的刺激 当刺激的量足够的时候 就可以引发下一个神经元 产生磨电位的改变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冲动 这时讯号就由前一个神经元 经过图处到下一个神经元了 最后我们来介绍神经胶细胞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虚妄细胞是属于周围神经系统里头的 神经胶细胞 那么在中枢里头呢 还有四大类的神经胶细胞 它们主要的功能是用来支持神经元 提供营养 调节神经冲动跟神经元的生理活动 同时可以保护神经组织的健康 以及在神经元受伤的时候 可以协助它的修复 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张图呢 里面有神经元跟神经胶细胞 首先我们先来把神经元画出来 现在看到这个深黄色的细胞 就是一个神经元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它的细胞体 这是它的细胞核 在这里 这里也还有一个神经元 这是它的细胞体 好 这是短的凸起 这是一个长的凸起 剩下我们所看到的绿色橘色的细胞 则都是神经胶细胞 我们先介绍第一类神经胶细胞 它的细胞比较小 所以我们称它为维胶细胞 维胶细胞不要小看它 它虽然个儿头比较小 它却是神经组织的免疫细胞 具有防御疾病的功能 第二类的神经胶细胞呢 长得很像猩猩 所以我们称它为心状胶细胞 心状胶细胞主要可以用来支持神经细胞 同时可以协助神经元的生长发育 第三类的神经胶细胞呢 长得很可爱 叫做寡数图胶细胞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个寡数图细胞 它的细胞膜延伸出去 在不同的神经元之间 可以形成水翘 这个神经胶细胞呢伸出四个手臂出来 延伸出去 在不同的凸起上面 形成了水翘 所以我们看到 许旺细胞虽然也是神经胶细胞 但是它一个许旺细胞 只能形成一个水翘 但是在中枢里头的寡数图胶细胞 它却有能力一个细胞形成很多个水翘 不仅可以支持这些突起 同时还有加速神经冲动传递速率的功能 好,这里也还有一个寡数图胶细胞 好,最后一类的神经胶细胞呢 它围绕在血管周围 形成一个屏壁 我们称为管式膜胶细胞 所以它可以负责调节 神经组织里面的营养 以及物质的进出 20世纪里头杰出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生理学家对他的脑组织 一直拥有非常大的兴趣 因此在他死后 获得同意 保留了一部分他的脑组织 作为切片使用 发现爱因斯坦的神经元 并没有比人家多 但是他的神经胶细胞 似乎比一般的人还要更为发达 所以在神经组织里面 虽然是用神经元来传递神经冲动 但是神经胶细胞 可以调节神经元的功能 保护他的健康 同时在神经元受伤的时候 可以加以修复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支持 神经胶细胞对于神经元的功能 能够起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神经组织里面 有神经元跟神经胶细胞的紧密结合 才能够让我们 在变动的环境当中 可以快速的因应 以牟得个体及种族的生存 所以我们在变中